大家好 总有话有说自己的兰花呀 养了很久了都不见长新根 那么其实兰花呀 要想长新根的话呢 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办法 但是呢 这个办法呢 大家一定要保证你的蓝猪没有自身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前提下 我们才可以使用 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其实啊 这个办法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给他用上这个阿斯品林就可以了 为什么用阿斯品林可以促进它长新根呢 因为阿斯品林的话 我们都知道它是很有非常丰富的水洋栓 水洋栓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种植物激素可以有效的促进植株长新根 然后呢 促进它根系的生长和健壮 还有一个防腐的效果 所以呢 阿斯品林促进植株长根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像这个阿斯品林 我们应该怎么用呢 像我这片阿斯品林呢 这个阿斯品林一粒的含量呢 就是50毫克 那么50毫克的话 我们兑上大概1000倍 甚至是1500倍的清水啊 把它稀释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因为这个阿斯品林的话呢 它是比较难溶于水的 是比较微溶于水 它比较溶于酒精 那么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酒精里面 把它溶解之后呢 再与清水呢 来稀释就足够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给你的这个兰花使用了 使用的话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 首先我们要给它先灌根一次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喷叶两次 据说你给它灌根之后呢 叶片呢 也要喷洒一次 然后我们再隔一段时间再来给它喷叶一次 这样就足够了 大家要注意这个阿斯品林 我们不能够用的太过频繁 基本上一个季度啊 不能用超过两次 所以呢 我们用大概这么几次就可以了 使用这种方法 基本上呢 都在一个月之内啊 我们就可以发现你的兰花呢 开始长新根了 但是呢 如果是病虫害感染的这个兰猪 如果不长新根的话呢 使用这种方法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等到兰猪呢 开始长新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补肥 来促进你的兰猪的生长和后期的健壮 补肥可以用这种兰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或者是呢 用一些花多多系列的这一类的水溶肥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兰花要想长新根的话 大家就可以采用这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好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